四分点 第二点的位置我不知道 那我要给它嘛 所以我会 因为这边有70 要必须除以多少 除以6 Enter 你就直接在下面的地方 直接做输入 70除以6 把它按Enter 好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呢 这一条线就画出 这个就是一个辅助线 画完之后你要结束怎么办呢 按一个空白键 或按Escape都可以 那这里我习惯按空白键结束掉 画完毕之后 接下来如果说我要画上面的弧 第一个我可以用圆 比如说我今天用比较笨一点 画圆 那画圆我的中心点应该在哪 假设我要画这个弧 我的中心点应该在这个线的中间 可是你会发现这个中心点在哪里 它没有秀出来 一样物件锁点按右键 找到什么呢 中点 它这个时候其实也没点下去 所以你就把它点下去 那再点一个圆 假设我要在这边 中点有没有跑出来 有跑出来了 所以这个 物件锁点呢 不是都会打开的 但是你可以动态去调整 要不要打开它 它中点的话就是三角形 刚刚四分点就零行 很重要 这个都要把它记下来 点 如果你没有抓正确 后面图就很容易画不正确 点一下把它当成什么呢 当成是我们的这个中心点 圆的中心点 然后我的距离是多少 我就告诉它 这边不是有个正方形 这个也要把它记下来 这个叫做端点 端点 端点就是两个线段 两端 就会有两个端点 你记得就是要点一下端点 这样的话点一下 点在端点 点一下 这个圆就画出来了 那同样的方式 如果说我今天要画下一个线段 我同样可以把这个 这个线段假设我要把它删除 就按delete 选它 按delete 这个线段就不见了 那接下来同样的方式 我再从这边画过来多少呢 七十 七十 除以多少 六 再 乘以二 那实际上就除以多少 除以三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七十 除以三 enter 这样不就会画出一个线段 就按空白一键 接下来一样的方式 有没有 再来终点 拉到这里 有没有 同样的方式 通通不就可以画出来了 好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 利用这样的方式 把后面的部分算出来 那七十再除以多少 除以二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嗯 然后一此类推 或者你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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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